這兩天分別每天都有兩班專機 總共有四班 我們預計總共會接載超過500位 在當地滯留的香港居民 這次我們集中接載的 就是在武漢市周邊 大約車程距離有兩至三個小時 有三個城市 是咸寧、孝錦和黃石市的香港居民 另外也有一些在武漢市以外 湖北省其他地區 而本身的情況也有特別的需要 有緊急的需要回來香港 包括可能有醫療的需要 或者嚴重的病患等等 所以這次的行動本身 沒有包括在武漢市的香港居民 上一次的專機行動 469位裡面 絕大部分都是在武漢市的香港居民 我們預計今天這兩班的包機 我們大致上登記了的 會有285位 285位的香港居民 是會乘坐今天的兩架的專機 是回來香港的 地區 一旦 公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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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拍照 公正